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輕鬆聊的學習系列 我是林辰映 這是一系列的影片 那麼在這一系列的影片中 為您分享股票投資 證券市場 它有哪些的分析方式 投資的方法和策略 那麼現在是第25集 我們跟大家聊到基本面 裡面的個體分析 那麼個體分析當然最重要就是 企業財務資訊 那麼企業財務資訊到底是什麼 有哪些呢 那麼首先的話 當我們在講對企業財務資訊 要做個分析的時候 我們指的是這個企業 過去跟現在 它這個財務的狀況 然後它經營的怎麼樣 當然最重要是這些重點 那麼每一個用財報的 有點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是投資人 但是有的時候是老闆在看財報 但是同樣的財報 給不同人看的時候 它包含的範圍要很廣 那每個人重視的重點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就是幫助 看這個財報的人 怎麼去掌握這個企業 那我在這邊的話呢 特別從投資的角度去做出發 我們想像是在幫企業做健康檢查 在之前跟大家提過了 我們這一系列的影片 那麼最主要是呢 有哪些的分析的資訊 然後我們怎麼應用它 當然也要特別跟大家強調 那麼如果各位希望更深入 在目前來講的話 在很多的學校裡面 都有相關的課程 不管是學分班 或者是推廣教育班 或者是EMBA 或者是社區大學 都有很多的課程 那大家可以去更深入 我們在這個影片裡面 最主要跟大家提的就是 跟投資怎麼賺錢 會有關係 那重點就放在這裡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所以有一些 可能在這個正 正常的課程裡面 會有的東西 我就不特別放 也不特別強調 先跟大家做這個說明 好 那損益表的話 意思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說呢 它的營運 所以它的營業額就營收 然後它有什麼費用 有什麼損失 有什麼收益 我跟各位報告 最重要是損益表 那一般的話 常常會從資產負債表開始看 不過沒關係 因為對投資來講 最重要是損益表啦 那麼資產負債表當然也是很重要 包括這個公司的資產啦 負債啦 還有這個股東權益 因為有一個企業 基本上它 它會有它的廠房 會有它的土地 會有它的機器設備嘛 那麼 但是呢它也會跟銀行 有一些借款 有一些往來 好接著是現金流量 在這段的時間呢 有關了 現金的流進跟流出 那它 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把它分成不同的角度 的進出 接著是股東權益 那通常來講的話 我們重視的是這個前面三個表 特別是損益表 非常重要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麼當我們在看這些的財務資訊的時候 哇大家想說 那光表這三個的話 如果還有一些資訊公布 我們不就 開不完嗎 而且很累啊 那我跟各位報告 最重要的時間點 就是在這頁的部分 首先記得每個月10號之前 上市會公司 會陸陸續續公布營收 那麼因為法人 會先預估它這個月的營業額大概怎麼樣 往上還往下 所以就有可能比預期好 有可能比預期不好 或者是合乎預期 我們以前跟大家提過說 預期這個數字呢 是投資市場的一個魔術的字眼 比預期好 股票很容易漲 不如預期股票很容易跌 這個很重要 那但是呢 營收的話呢 在這裡就是會計師基本上 他不用做什麼特別的合約 或查核簽證這些東西 所以他是每個月公布的 但是每一季就每三個月 一年四季嘛 然後這一季會公布上一季的嘛 所以呢 第一季的季報的話 在什麼時候公布 在第二季的5月15號公布 那第二季的季報的話呢 在第三季的8月14號公布 那有少數是在8月31號 第三季的季報呢 是在11月14號 所以2020年 當我們這個影片錄的時間呢 正好就是在10月底 所以差不多在第三季季報 我們就發現說 哇 先前台積電公布比預期好 大力光公布比預期差 結果大力光股價賣壓就很重 那麼這是看得出來 接著的話呢 是第四季季報 但是因為第四季一出來的話 跟前三季合併起來之後 叫年報 所以在3月31號公布 那這個因為代表全年的 這個重要的數字 所以會計師的話呢 查核並且簽證 那麼對會計師來講的話 必須要負責任 必須要簽證負責任的 所以這幾個時間前 請大家特別記下來 好 接著呢 如果我們在看財務資訊的話 就要請各位朋友呢 我們看下一頁 留意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些的數字 一串的 所以我們要看了以後 然後你對它有些想法 就是解讀 那這才是活用財報數值的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因為我們講說 看財報有很多人 所以它包含的資訊很多 所以每個人重視的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是投資嘛 所以投資最重要的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四個表 裡面的三個表 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跟現金流量表 其中又以損益表的話呢 最常被用到 那分析的話呢 有很多 會計的專業術語 跟用詞 我這裡不 贅述了 我們講說投資 如果我們再看財務報表的話 請大家注意到說 看了以後就說 它到底賺錢還賠錢 那麼它目前呢 它有多少錢 因為它會有一些的資產 那資產的話又會分 就流動性的 跟不是那麼流動性的 固定資產 那它到底值多少錢 因為有時候你不賺錢 但是你這個公司 你夯不當當加起來的話呢 你的手上的現金啊 你的可能有一些的基金啊 有一些股票啦 甚至有一些土地啊 有一些廠房啊 那這個值錢啊 所以你公司不賺錢 但是你公司有這個價值 就值多少錢 那麼接著像什麼 錢啊 什麼時候進出 跟如何的進出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其實是跟現金流量 會比較有關係 因為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比如說 我們可能做生意 那做生意的話常常會有 就是說你現在買了以後 那我可能一個月以後 或者是一季以後 我再把錢付給你 那我現在的話呢 就可能開一個支票啦 或者是貨款的話 以後再付了這樣子的方式 那麼如果在12月的話呢 變成說你做了這個生意了 結果呢 它是明年才給你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收益的時間點 是在2020年 但是呢你收到現金的時間 是在2021年 所以是不是有一個 錢進出不一樣呢 所以我們這樣常提到說 不同的財報的話 其實是追蹤 我們在財務會計上面 不同的數字 它的一個變化 對我們而言的話 最重要的話 就是什麼樣去做解讀 那麼在未來的內容裡面 我會陸陸續續的 跟各位朋友聊 好 在哪邊 找到這些的注字 然後呢 不同的報表 我們怎麼去解讀它 好 歡迎您繼續收看 祝您投資順利